这个男人每天晚上都要打开冰箱 把冰箱里的冰渣舔得干干净净 饿了还要把鱼缸里的观赏鱼 砸死捏成丸子吃 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得死 因为他被困在了一个艺术家的豪宅里一年了 尽管这栋豪宅里的每一幅画都价值上映 但他却一幅都带不出去 因为这栋豪宅安装了世界顶级的防盗系统 分分钟就能让你体会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这天男人翘索来到房子里盗取世界名画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意外触发了房子的警报系统 紧接着所有大门都被自动关上 不知所措的他还试图向同伴寻求帮助 可此时的同伴却因为巨大警报声逃之夭夭 起初男人也尝试过破锁逃出去 可他凿开墙壁后却发现墙后面还有一块钢板 就当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中时 防盗系统已经悄悄把房间调成了暖气模式 长时间的高温让男人又热又渴 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脑袋装进冰箱降温 他的呼救根本没人听得到 为了自救 他开始环顾房子的四周 发现自己如果撬开屋顶的天花板好像能逃出去 于是他把家里所有能搬动的家具 全都搬到了天花板下面 但由于房子太高 他搬了半天还是没能够到天花板 之后的日子他每天不是在拆家具 就是把家具落起来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监控里发现了一个清洁工在外面 他兴奋地穿上衣服就冲到了门口大声呼救 这个男人看到监控里的清洁工兴奋到了极点 穿上衣服就冲到了门口呼救 可由于清洁工此时戴着耳机 根本听不到男人的一丁点声音 就这样男人便看着清洁工渐渐离自己远去 虽然这次逃生的机会错过 但好在此时房子里的空调 自动切换成了制冷模式 舒服的凉风吹在男人身上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次日一觉醒来他看到前方的花瓶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二话不说就砸碎花瓶 捡起两块玻璃就给自己造了一副墨镜 因为这样他就不怕太阳光的照射 专心致志地撬屋顶的天花板了 本以为他能很轻松地撬开天花板 可他撬着撬着却发现这里的天花板坚不可摧 甚至上面还钉着坚硬的螺丝 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男人突然意识到既然这里是豪宅 那肯定就会有密室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拆起了衣柜 没想到在衣柜的后面果然有一个厚重的铁门 他缓缓地拉开铁门 发现这里面竟然有条狭窄的通道 并且还冒着圣人的绿光 为了逃出去 男人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查看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吓得赶紧退了回去 意识到如果出不去就会死在这里 男人再次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这里面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直到他用手捏老人的脸后 他才知道这是个假人模型 气得他一把将它掀翻在底 接着把墙上的名画拆了下来 躺到床上呼呼睡起了大觉 但就在他即将睡着时 他突然发现那个女清洁工又出现在了监控里 这个男人把求救纸条塞出门口 可这密不透风的大门根本塞不出去 他拿起东西拼命砸门 但外面听歌的清洁工 仍没注意到房子里的动静 看着清洁工坐着电梯缓缓离开 男人心里伤心欲绝 但想了想自己要时刻保持体力 他还是乖乖地睡觉去了 次日一早他就抓起板凳门 拿起板凳腿画上记号 随后用刀子在上面挖出一个卡槽 他想制造一个木质扳手 把天花板上的螺丝拧下来 好不容易制作完成 可他用力一般却直接将扳手扳得细碎 接下来的日子 男人每天都会制造木质扳手 虽然男人的努力 让他很快就将一个螺丝拧了下来 但他的精神却出现了问题 每天不是在自言自语就是在画画 甚至还诡异地在墙上做了一个神坛 祈求上天能让自己从这里逃出去 好在随着时间推移 天花板上的螺丝开始慢慢减少 但有一天他却由于兴奋过度 意外从上面掉下来摔断了自己半条腿 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将腿固定住 终于有一天他开始能下地走路了 但就在他站起来时却惊奇地发现 这栋房子安装了烟雾感应器 他心想如果制造出烟雾 就有可能触发房子的逃生系统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男人用放大镜点燃了碗里的碎纸 接着用木头制作的火把触发了烟雾的引起 本以为这样就能触发逃生系统 可最后他不但没逃出去 反而还整个家里变成了水帘洞 好在经历了两天的洗刷防火系统 自动关闭 又过了几天男人继续拆起了天花板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愿 他最终真的从屋顶的天花板靠出 这部电影告诉我 钱乃身外之物 即使男人成功盗取名画资产上意又如何 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是空谈 还有就是出门在外一定要携带手机 因为关键时刻他真的能救命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